大家好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五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观看最新的全球股指分析 我们先看重大事件 那么今天 北京时间晚上11点 美东时间早上11点 鲍威尔和前主席博客男将出席关于货币政策的小组讨论 那届时可能鲍威尔又会释放出一些信号 那届时我们盘后要去再跟进一下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消息面 另外美联储未来的二把手 说通胀仍然过高 加息影响尚未全面显现 周四美联储理事杰斐逊警告称 抗击通胀的进展可能正在放缓 但他也表示现在就判断美联储政策行动的全面影响还为时过早 美国总统拜登已提名 杰斐逊担任美联储副主席 如果得到参议院的确认 杰斐逊将成为美联储的二号人物 杰斐逊指出除能源和食品外 抑制通胀的进展仍是一项挑战 特别是在住房以外的广泛服务领域 没有明显下滑的迹象 这是经济的很大一部分 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四月CPI同比上涨4.9% 两年来首次低于5% 前值为5% 剔除食品和能源等波动较大因素的核心通胀 也有所放缓 四月同比上升5.5% 前值为5.6% 杰斐逊表示 他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大幅放缓 但不会衰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业增长将放缓 失业率可能会上升 他指出 美联储迄今采取的加息举措 可能还会带来更多影响 近期银行业承压可能造成下行风险 自去年三月启动加息周期以来 美联储已经累计加息了500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5%到5.25% 市场普遍预期 美联储将在六月的利率会议上暂停加息 不过杰斐逊并未透露他所倾向的政策行动 而是表示他打算在未来几周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包括5月的就业报告和CPI通胀报告 同时考虑未来货币政策的适当立场 杰斐逊称历史表明货币政策的作用滞后时间长且多变 一年的时间不足以让需求充分感受到高利率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AI行业 说英伟达今年翻倍 AI单周暴涨35% 美股的AI龙头杀疯了 在分析师看来 英伟达并将其目标股价上调到了350美元之后 该公司的股价当日又收涨5% 并创下2021年11月份以来的新高 今年以来涨幅超过了120% 分析师预计 下周英伟达公布的季报和指引 都会因企业纷纷绝金AI而有更好的表现 人工智能AI掀起了市场的新热潮 争相入局AI的企业迎来了股价的暴涨 今年以来受益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火爆出圈 美股AI龙头的股价一路飙升 英伟达的股价已经翻了一番 涨幅超过了120% 该公司未来12个月的市盈率接近60倍 超过了所在纳斯达克指数48.1倍的平均市盈率 去年年底聊天机器人Chat GPT发布后 人工智能在科技行业掀起了一阵热潮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争夺该领域的主导地位 英伟达也加入了这场竞争 作为一站式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英伟达提供可以帮助AI产品训练大量文本图像和视频的图形处理单元GPU 而这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 周四 两位分析师分别将英伟达的目标股价从300美元和310美元上调至了350美元 另一个分析师上周也将英伟达的目标股价从289美元上调至了322美元 当日英伟达每股收盘后涨近5% 股价创2021年11月以来的新高 分析师预计下周英伟达公布的季报和指引都会因企业纷纷绝金AI而有更好的表现 AI的浪潮将使市场对英伟达产品的需求激增 另有消息称 英伟达持续受到经济低迷冲击的游戏业务也即将复苏 提供企业人工智能服务的公司AI本周也已经飙升了34.1% 今年以来的涨幅达到了142.28% 周一AI公布的截止4月30号的第四季度的初步业绩 营收在7210万美元到7240万美元之间 超过了华尔街预期的7110万美元和该公司的指引 此外面对不断增加的亏损 该公司表示预计自由现金流将为正 这是实现持续盈利的重要一步 那么ARK投资管理公司预计 到2030年全球AI市场可能会带来14万亿美元的机会 其他华尔街人士也表达了对AI的热情 亿万富翁知名对冲基金经理PTJ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美联储已经完成加息以对抗通胀 今年美国股市可能会走高 他认为AI将引发下一次生产力繁荣 AI和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 可能会迎来一个罕见的生产力大发展时期 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到 我们跟AI概念相关的半导体 包括AI公司涨幅都非常的巨大 另外大空头 华尔街狼王伊坎承认因做空损失近90亿美元 华尔街狼王卡尔伊坎周四在一次采访中承认 他过去几年因为压住市场崩溃 而遭受了巨额的损失 伊坎的投资公司伊坎企业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做空市场 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变得更加激进 该公司采用的策略是做空大盘指数 个别公司商业抵押贷款和债务证券 伊坎说 我总是告诉人们 没有人能真正在短期或中期选择市场 也许近年来我犯了一个错误 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 你永远不会得到完美的对冲 但如果我保持我一直相信的参数 我会没事的 他说 但我没有 据媒体估算 2017年伊坎在这些对冲 头寸上损失了约18亿美元 如果资产价格下跌 这些头寸本可以赚钱 从2018年到2023年第一季度 这些头寸又损失了约70亿美元 监管文件显示 随着市场在美联储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推动下 从大流行的低迷中复苏 伊坎企业的空头头寸 在2020年和2021年间的损失达43亿美元 伊坎说 我显然认为市场将陷入大麻烦 但美联储为抗击新冠疫情 向市场注入了数万亿美元 老话说的对 不要和美联储作对 伊坎还解释了他如何处理从伊坎企业介入的保证金贷款 最近做空机构星登堡研究公司 在一份措辞尖锐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个问题 好 但这就是空头啊 这个近期或者说啊 近几年来吧 他基本上还是损失的比较多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先看一下比特币 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 他的日线图呢 我们的第一波上涨呢 已基本结束哈 那么现在呢 正处在第二浪啊 也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型的回撤哈 那么这个回撤呢 目前在日线图上我们看到的是 首先呢 他完成了对上涨趋势的一个破位 然后呢 目前呢 多头的力度并不是很强 因此呢 如果我们假设他有可能是未来的 一个头肩底架构的话 头肩 左肩 右肩 那么现在呢 多头呢 应该继续等待新的一波的止跌点位 就可以了 那对比特币能不能止跌 啊 那么不要急哈 目前还没有这个止跌的强劲的信号啊 那我们不妨把这个啊 也就是第二大浪的一个下跌缺陷画好 那么后续呢 如果啊 在中间这根横线左代表的支撑区 止跌的话 那么会有强劲的信号出现 当然了 你也完全也可以按照下跌圈的右侧止跌点位去做多就可以了 好吗 这就是比特币 嗯 说比特币会不会再走牛市 这个我就不确定哈 因为比特币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玩法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做空类的标的哈 FNJD 那对这个图来说呢 啊 这是做空类的啊 做空门啊 科技类的 那这个图呢 他实际上呢 在不断的创出更低的点位 昨天是暴跌10%啊 那对吧 那这样的话空头目前还在主导行情 那什么时候去反转止跌呢 这我也不知道哈 这我也不知道啊 那我们啊 对于这类图呢 我们要提防着美股大盘的一个见顶的可能性哈 那届时呢 这种做空类的指数就见底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呃 没有哈 那么后续呢 多头呢 这个图的多头啊 也可以等待下跌圈的右侧来呃 建仓啊 那么之前啊 前几周吧 就是一个月啊 这一个月多月以来啊 那么空头吧 就这个图的这个多头啊 一直在抄底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纳指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啊 空头一直在做空哈 那么他们最近应该是损失惨重啊 那对这个图来说 如果你去做多啊 在这抄底的话 那很显然跌了不少了吧 嗯 那是20块钱左右跌到了十几块 13块钱啊 那跌了不少啊 跌了3%40 嗯 好 这个呢 就是说啊 顺势预期会胜率会略高一些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啊 对于迪士尼的关注呢 我们这两天关注他筑底的可能性啊 大家看到昨天呢 又是收涨啊 表明呢 确实有很多人啊 或者市场的主力资金吧 啊 看法和我类似啊 就是说 看看这个位置能否啊 只低 对吧 你看 这有一个低点 这再来一个低点 形成一个啊 局部的双重底架构啊 那这样的话 多头呢 尝试做多 实际上他潜在的盈亏比非常的大 而止损空间就这么一丢丢 对吧 啊 那甚至如果你把止损放到下边的话 也也有可能就是不打到这个止损 是吧 当然你放的紧凑一点 也有紧凑的好处啊 嗯 那这个双重底一旦走起来的话 那也不得了 对吧 首先呢 他要走完这个双重底架构 其次呢 啊 如果啊 他把这个 横下走率区也往上突破 那就打开了他上行的可能性 对吧 嗯 我们看到他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大型的波段啊 历史上 对吧 所以啊 对于多头来说 当前的机会呢 是要大于风险的 好 这就是相对的超底类的 盈亏比较好的一些标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苹果 那么对于苹果来说 我们说不去猜顶 那么在昨天呢 再次创出此轮上涨的一个新的波段的高点 呃 数字标在了昨天这根黑线的高点 说明了什么 说明多头相当的强劲啊 因此呢 我们不应该去猜顶 我们接下来呢 要去看一看 摸最高位180块 181.35这个高点的可能性 对吧 甚至把它给突破上去 好吧 当然呢 这个能不能突破上去 这个我说了不算啊 但是呢 我们有一点可以说了算 就是这趋势啊 还没有向下破位 因此不应该离场啊 不应该离场 非常强势吧 说苹果今年涨了多少啊 我们啊 对应的点位是在这个对地点啊 进场 涨了30%了啊 这是 这是龙头啊 这个市值非常大啊 所以涨幅慢一点 其实也不慢了 对吧 不少啊 35% 现在的市值是2.75万亿啊 所以盘子太大啊 这个涨幅小一点 但他稳呢 非常稳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近期我们跟进的shop 对shop来说呢 如果多头做离场的处理 也仅仅是少量仓位的一个减仓啊 因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上到这费上了啊 他接下来有可能先洗个盘啊 然后再继续涨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不应该彻底离场啊 应该再看一下啊 为什么 因为空头不是很强啊 大家看啊 空头并不是很强 另外呢 在下方呢 又多了一根水平的支撑区 对吧 所以啊 有可能要洗一洗盘 震荡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啊 PLTR PLTR也是相当的猛烈啊 那么大家需要提防的是短期震荡洗盘的可能性 啊 那如果跟我们在第二浪或者说啊 下边数第二根横线支撑区开始重新建仓做多的那些交易者 实际上盈利性已经百分之 百分之 现在涨了已经百分之六十啊 应该有个百分之三四十的一个涨幅了哈 那么就拿着就行了呀 后期震荡的话 只要不再跌回来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直接就继续看涨呗 没什么好办法 继续看涨 但是呢 上方还有一些阻力区哈 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啊 给出回撤啊 这种可能性 好 我们再看一下QQQ 不SQQ 是不是又创了历史新低了 说什么时候猜底 不猜底 好吗 你看历史上 直勾勾的下行 偶尔给你个反弹而已 对吧 你看这边反弹非常的复杂哈 那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跌呢 有可能啊 是吧 呃 那么你们在这里抄底的那些交易者 现在是不是觉得 历史抄底并不容易做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经验哈 好 对于英伟达来说 我们说直勾勾的飞起来 说还要再飞吗 有可能啊 不要轻易的去猜顶 说什么时候见顶 他不一定是顶 也有可能是上涨中继哈 就是有时候停顿了 开始洗盘 是吧 他有没有可能把这高点偷上去 有啊 为什么 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多头这么强势 肯定是要 现在已经到这位置了 应该是要去测试一下 左侧这个高点 凸一凸 往上凸一凸 对吧 嗯 好 当然 也无所谓了 反正我们就按趋势线去跟进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谷歌 我们对于谷歌来说是看什么来着 没错 涨涨涨 非常的漂亮 对吧 那呃 我们看到 呃 又创了新高哈 就是此轮上行的一个新高 那如果在九十块钱一带抓 现在是一百二十三 我们赚了多少了呀 也赚了百分之三十五啊 这苹果赚了这么多 谷歌也赚这么多 苹果虽然 苹果啊 抓苹果那个低点不容易抓 但是抓谷歌这个低点 你要说不容易抓 那我就不信了 我们多次给出止跌点位 那么 这一波在这 做起来 那么上一波 这一波错过 那么此轮啊 你应该不要错过吧 不能错过吧 我们是在这 抓的底吧 九十一带 对不对 最低点是八十八块八 那这是九十一带 我们抓的底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抓到 这个底的话 那在这上涨的时候 我们又说了又做多 你再错过的话 那也 那我没人能救得了 这类交易者哈 那怎么办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横向阻力区 回撤的可能性 那一旦呢 出现一些回撤 呃 大家要看力度哈 力度如果较强的话 可以少量减仓啊 那如果没什么力度 就继续持仓 非常强势哈 好 我们看一下open 我们低价股抄底这种股 也是吧 你看 我们这一浪 或者说你在这偏高一点 没有打掉我们的止损吧 那么后续在这再加点仓 那么现在呢 也涨了不少了吧 那么后续能不能上去 我看有戏哈 这也是一个底部架构 对不对 这至少是个局部 双重大底 那加加热 就是多重底了 对吧 那么后续呢 涨到哪是哪啊 趋势线画好 好吗 非常漂亮哈 那这一波上涨 已经100%多的一个涨幅了啊 你看从低点这到这 你看 从一块钱左右 涨到两块四啊 一块一一块二 涨到两块四 不就翻了一番了吗 所以我们说啊 我们要耐心的等待 翻翻的机会哈 那 那么后续再涨呢 那再翻翻 是不是 好我们再看特斯拉 对于特斯拉来说 我们的判断也是基本正确 对吧 你看 那之前还有网友说 要做空的 为什么呀 对吧 包括索罗斯清仓 这个为什么呀 搞不明白 索罗斯是在 在这附近清仓的哈 也就是说呢 在400块钱 跌到了100 110120的时候清仓了 为什么呀 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哈 当然我能理解了 我就变成索罗斯拉 我不是 好吧 那对他来说 我们近期市场做多 你看 漂亮吧 这图 有网友问这个coin coin呢 实际上还在洗盘 那多头呢 理论上是建仓位哈 因为他更接近于 这个头肩底的下 这个支撑区 也就是下边数 第二根横线这 是吧 那一旦头肩底架构走起来 那也不得了 翻两翻哈 就是涨200% 是吧 头肩底架构的等距离位 往上走 好吧 应该也是超底类的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图呢 88啊 对 88 88这个图啊 也又遇到了我们这种上行啊 然后回落的这种情况 就这样说吧 就止损就放在这吧 79 行吧 那如果跌破79 就减仓呗 或者离场 行吧 说他有没有可能跌 那这问题 那当然有了 要不止损的意义是啥呢 说万一这超底失败 那就止损 毕竟相对 其他图来说 他没涨吧 是吧 那他有没有可能不跌破呀 也有可能 所以多头们还是要 再耐心再看一下啊 不要急于判断说大事 对吧 要有点耐心啊 你看之前那些图 那些底部架构 就是反反复复震荡 最后还是没有打破止损啊 说他打破止损 该里有吗 当然有了 为什么没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呃 那么其他的图呢 我们就不说了哈 我们昨天盘后也复盘了一些 大家可以再去观看啊 我们今天先这样 盘后再见啊 拜拜